歡迎來到美女TV 叫直香說162天寫作 喜歡什麼類型的男生? 斯文型的 那上次送男友禮物是送什麼? 好像是墨玉如 那男生跟你說哪一句話可以打動你? 我養你 什麼情況下你的現任男友去見前任女友 你不會申請? 都可以 那剛交往你會馬上公開情侶照嗎? 不會 為什麼? 我不會想要公開 那你覺得有蓋棉被的純友宜嗎? 有 為什麼呢? 因為我覺得五分 就是講好就可以了 那最不能接受的分手理由是什麼? 最不能接受的分手理由 我媽說什麼事了 你收到過三個最爛的聖誕禮物是什麼? 襪子 暖暖包 跟 馬克肥 能接受另一半看你的手機嗎? 可以 五個渣男行為你覺得是什麼? 嗯 我覺得應該是那種 就是 第一次見面就叫我寶貝 然後第二個是 嗯 傳訊息的時候說愛你 但是根本沒有在一起 那第三個就是 說我家媽會後碰飯你要來我家看嗎? 第四個是 嗯 講那種 那種老套路吧 然後第五是 嗯 我想不到欸 然後第五個 那用一種水果形容男生你覺得是什麼? 哈密瓜 為什麼呢? 因為我想不到 我沒有辦法形容 所以現在想到一個哈密瓜就是哈密瓜 是又甜又多汁的感覺嗎? 欸 沒有任何想法 那男生叫你穿黑絲你會穿嗎? 不會 好 那你覺得自己好色嗎? 不好色 你比較好色還是你的閨蜜比較好? 一定是我閨蜜 有多好色你也閨蜜 他 他的約炮行進都很 那和異性聊天多久可以約出來見面呢? 嗯 是網友嗎?還是什麼? 嗯 比如上交友軟體之類的 嗯 一年吧 拜拜